微博机上单打不了 哎呀 现在这种情况 我跟你们说 打对线的人 这种情况很正常 没有一个人 就是玩对线的人 没有一个人 就是 你他妈365天 爸爸的他妈 暴虑对面 玩对线的人 就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吃鞋啊 你打的 玩对线的人都很装 玩的装 就会被单杀 很正常 然后他状态不好的时候 他还是 就是保持着 他状态很好的时候的那种 装的程度 他就会被单杀 就是这样 对对对 就像我世界赛 说的很准确 虽然你在骂我 但是你说的没错 我对线贼一级八装 但有的时候 状态不好的时候 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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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越 但是在我身上挺少发生的 Rookie为什么能肿这么久 他S9 S10不是也被狂喷吗 那个时候没有队友支撑 然后他又想维持之前自己的打法 他就会一直死 Rookie S9 S10的时候不是一直死吗 那个时候也人人都喷他 我也很纳门 为什么呀 没办法 没办法 普通玩家是 不懂职业 职业的游戏的 不是 现在英雄联盟 现在LOL打比赛 不想被单杀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不被单杀还不简单吗 那就狗子呗 打不过就狗子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一直打可能会打回来 怂着就是等死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情况 就有的时候你被单杀了两三次 但是 或者被打野抓了两三次 但是你补刀又死 你只要杀他一次 你就能打回来 狗巴尼塔下一蹲 也没什么作用 也给队友带来不了什么作用 还不如去送 也不是真的去送 真的去找找机会 你不找机会也是等死 你在塔下挂着 比如说中路 中路塔下挂着 更那个了 中路打比赛的时候 真不能在塔下挂 中路只要一在塔下挂着 游戏就直接没 其实 两把对象 香克斯都赢了 并且我看他的一些 决策方面的东西 都做得还可以 我这样说可能会变败 但是 昨天 W打LNG 香克斯赢了 哼 不叫啥吗 不叫啥吗 寡婦去哪了 裸隱磨刀都來了 壓力這麼大嗎 海西板 還賺誒 還賺誒 炸 毛都沒震到 人在哪裡 人在哪裡 我不想補刀啦 我想殺人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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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不是 不打龍嗎 好可惡喔 好可惡喔 我刺了 唉 我該上了 瑞文人哪 瑞文在幹嘛 暴女是不該鋪上去的 讓瑞文去賣 因為暴女無怕鋪上去 適合 暴女還很可能 暴女還可以 暴寫 暴女還好 怎麼人全爛上了呀 中路不要了吧兄弟們 不是 中路不要了嗎 怎麼全來上了 瀑瀑怎麼也來上了 救我啊兄弟們 死吧 簡單 easy